香港電台學海書樓合辦 學海官啦 陳知誠 陳耀南聯合主持 在上幾輯的《學海觀欄》之中 我們都討論到孟子的政治哲學 關於軍臣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 其中包括從國軍方面來說 孟子認為他需要功劍禮下 在國家的立場需要尊嚴、士能、進結、在位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好的國軍 所謂古之賢王 應該好善而亡誓 即是應該把他的權位暫時放開 總括來說 即是對於國軍的要求 孟子認為他必須主動地去認識 有才幹、有學養的言人 必須主動地去重視 以及去接近那些對國家有貢獻的特殊 專長的人才 另一方面 作為臣子的又如何呢 固然之間 孟子認為他們 不應該只懂得 替國軍開闢土地 充實苦苦 或者說 為國軍弱語國 戰必黑 即是只懂得和他找盟幫 以及只懂得替他作戰 替他賣命 這個意思是 作為一個臣子 是不應該不管統治者 是否能夠照顧整體人民的利益 而盲目地替他賣命 為他加增這個利益 如果是這樣做的人 在孟子的心中 認為這些只不過是文賊 而缺非是一個良臣 同時 作為一個所謂言士 或者說一個讀書人 更加應該有他本身獨立的智節和操手 不是說 一見到國軍有召 國軍有命令的時候 馬上自變神動 拍散雲池 奔敬為恐後人 所以孟子所說的 所謂大有為之君 必有所不召之神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也就是我們上次最尾所提及的 為何孟子不相信 伊韻以國燈 來妖湯這個原因 簡單來說 是不用一種正徒的手段 來得到這個湯的信任 這是甚麼意思的 所以一個好的神子 甚至一個有獨立智節的讀書人 去遊說國軍的時候 是很應該有他本身的操手和原則 絕對不是以取得這個位置做最終目的 所以無論窮達都需要尊得樂意 才可以做到真正無所求的自得之樂 所謂是窮不失意 達不離道 窮不失意 故事得己言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言 古之人 得志 宅家於民 不得志 修身然於世 窮 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這個所謂窮是不得意 達是得意的手 這段說話 的確很值得我們 一個普通的讀書人 都應該再三去看味 作為自免自禮的原則 我覺得 必定能夠這樣做 然後才有資格 成為一個所謂不召之神 必須具備有這種使命感 然後才不會 淪為這個所謂文賊 這種指責 是的 沒錯 志成兄 我記得所謂不召之神 我們以前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在公宣醜下篇 第二節 講的是孟子 張近耀朝的齊王 齊王又說 雙風避塞 之類 搞出了很多問題 後來孟子和他的朋友 講起 所謂 大有為之君 有不召之神的道理 另外 在藤文公下篇的第七節 也有一段類似的說法 有一次在那節這樣說 公宣醜問他 他說 不見諸侯何以呢 即是 他說 作為一個 有自尊 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不主動去揭建 諸侯 是什麼道理呢 孟子就詳細解釋給他這個弟子 他的故事 不為神 不見 他說 這是古代的道理 他如果不是諸侯的直接神屬 不是他的下屬 和他沒有君臣關係 他就不去揭建他 他說 記得 段干木 遇猿而逼之 易柳閉門而不立 事家以審 北 施可以見矣 他說 昔日 戰國初期的時候 那個魏文侯 想去見段干木 這個段干木 一般叫做姓段 就叫做乾木 史記集結 就說姓段干 叫木 不過這個 現在不需要深究字 是魏文侯子 一個賢者 他是一個有道之士 魏文侯想去見他 但是他 就 預言 跳過 踏角圓 即是那個 那幻牆 跳過那幻牆 去避開他 那個是壁字 即是那個壁字 讀壁字 在這裏避開 另外 這個 魏柳 老木公之時 有一個賢人 叫做魏柳 他想去見他 那個魏柳 就閉門而不立 關著大門 不接待他 他說這樣 事家以審 沒錯 做得過沉一點 他說北 施可以見矣 如果他真的 很迫切 很心急 很有誠意 都可以見他 他又舉另一個 著名的事例 他讓貨 欲賢孔子 而烏無禮 這個賢字 即是他見字 不過讀的賢字 即是一個 令到對方 有機會見自己 讀的賢字 他想孔子來見他 但又不想自己失禮 那怎樣呢 大夫有此事 不得受於其家 則旺拜其門 孔子道順便交代一下 即是交個案語 古人的禮 就是 那個大夫 楊貨 大夫 孔子當時是一個 在野 不是在朝 所以稱之為是 那個大夫 如果有所賞賜 這個事 大夫和事 有階級上的分別 如果那個事 不能夠在自己的家中 接待到 受到這個禮 就應該去那個大夫家 去大夫 拜謝他 大夫 送一件事給他 事 如果他在家中 就在家中 多謝他 就算了 如果他不在家中 就應該在翌日 去大夫家 拜他門 楊貨 出手 他故意 收禮之時 不離見自己 所以 孔子的原文就是這樣 楊貨 是陷孔子之亡日 陷孔子 就是陷孔子 就是 毛 即是 不在家之時 不在家之際 而孔子 送孔子 將近年尾 送 精熟的豬仔 讓他過節過年之類 孔子 也知道他的事 亦堪其忘 亦以往拜之 一方面盡了禮 一方面 你楊貨 沒甚麼誠意 你偷我不在家 才來找我 我也偷你不在家 回拜他 當時是楊貨 如果是楊貨 不要搞花樣 不要賣弄小聰明 他肯誠誠肯先去見孔子 有甚麼道理 看不到 孔子一定會去見孔子 之所以 就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讀書人 有他獨立的自尊 不是自高升價 而是覺得 我無所求於他 也不是像那些 阿如奉承之輩 吹捧伯托 上這上路 我何必要放下 自己的人格的尊嚴 他的官位高 他的權勢重 我這樣就擺明 好像俗語所謂托大腳 所以又不好 曾子說 協堅僭笑 病於下攜 這個攜子 即是 原樹 林水 種菜 種花木等 字典 原雞切 有音過 是 廣東話讀 葵 所以有時候 粵音 有時候把音標化 編布好的字典 知所遵循也是好的 協堅僭笑 聚起肩膀 誰開嘴 波斯說得真正正正 你真聰明 那種笑容 你叫我做 比大熱天使更辛苦 去耕田種菜 曾子這樣說 又引子路說 未同而言 觀其息 懶懶言 非有之所知也 未同 這個同就是認同 這個意思 明明大家都不同調 明明大家知不同道不合 被迫要跟他應酬 要跟他講話 又要面上 好像 惭愧惭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件事 我不知道怎麼做 這件事 我不贊成 所以孟子說 又是官之 君子之所養可之異 由這樣看來 一個君子 他之所以自我修養之道 亦可以明白了 所謂不召之神 在騰文功下這一節 亦有相當的發揮 至於 使命感 才不會淪為文策 如果那些 只懂得取悅 國軍的神子 或者只懂得 善於跟他打天下拼命 所謂文策 孟子相當不滿 所以在《盡心下》 他有一節這樣說 《盡心下》編的第四節 孟子說 有人約 我善為陣 這個陣字 原本是寫著陳字 陳字 即是陳字 在孟子的時候 兩個字是通用的 我善為陣 我善為戰 大罪惡 如果有人說 我最善於擺陣 無論什麼陣都會擺 我善於作戰 其實這是大罪惡 為什麼呢 國軍好人 天下無敵言 南面而征 北而怨 東面而征 西而怨 為何善為後惡 一個國家的領袖 如果真真正正是愛老百姓 自然形成一種向心的力量 各國的人都千辛萬苦 去他的領事管署排隊 希望移民到他的國旋 天下無敵 所以 好像孟子弟都說過那些說話 這個人軍能夠藍念而征 北方怨恨 為什麼不在那裡呢 東面而征 西方的怨人回旋恨 為什麼不先來那裡呢 是為後惡 去到那裡 就能夠令到那裡的社會 提升的生活程度 能夠令那個社會 達到富強康樂的境界 那哪裡的人 不想他來自己去那裡呢 周武王就對那些欣州的老百姓說 無謂靈異也 非敵百姓也 你不用怕 我們軍容雖然壯性 但是我們對付這個暴君 所以呢 靈異也 我們來安寧你們 來到所謂的調民忽罪 不是與百姓為敵 是 約崩契國 啟首 他們那些人 各個都很感激武王 那個額頭角 撞地 扣起上來 來鞠躬 所以他說 所謂的精 精戰 精之為言 正也 正也 正而不正 國欲正己也 煙欲正 每個人都希望端正自己 這個呢 令社會撥亂反正 有什麼需要打仗的地方呢 所以呢 只是為這個獨夫 開疆討討 擺陣作戰的一種文賊 並不是老百姓的功臣 這些呢 不單止對那些善為戰 善為陣 善為戰 一種深惡痛絕的程度 也可以看到孟子對戰爭的看法 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呢 就是孟子對這個 老國想要叫一個臣子 做將軍那件事 他說 老 欲使臣子為將軍 這個臣子呢 就 不知道是誰 這個招巡的孟子正義 就說是 這個臣都 這件是建於告子下篇 告子下篇第八節 但是呢 臣都的學說 似乎不是說可以做將軍的人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因為後面這個腎子 自稱為骨尼 墨子有個弟子 是琴骨尼 琴骨尼呢 這個時代 跟孟子很有距離 琴骨尼的時候 孟子都未出生 所以這個腎子 大概也不會是琴骨尼 總之是一個人姓 叫做骨尼 那就算了 老國想找這個 腎子做將軍 孟子就說 不教民而用之 就為之央民 不先先教導那些老百姓 不先先將他們好好加以軍事訓練 就這樣 驅他上戰場 這些實在是加害於百姓 令到老百姓受央 央民者不容於搖迅之勢 這些和國央民的人 如果是在一個太平盛世 有明君在位的搖迅之勢 是不容這些人 一戰勝齊 也雖有南陽 然且不可 即使打仗 就贏了齊國 老國要對付齊國 所以想找些甚至做將軍 就算一戰勝到齊國 就得到南陽的地方 這是泰山的西南 是齊老所欠的地方 本來就是老國的地方 後來漸漸被齊國侵奪了 所以說 即使一戰勝了齊國 就取回南陽這個地方 但是這樣也不太妥 這句話還沒說完 慎子 勃言不月弱 此之骨利所不適也 好不高興 是嗎?有這樣的道理嗎? 我不了解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孟子說 吾明告辭 我清清楚說給你聽 天子之地方千里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忠妙之典子 根據西州立國以來的制度 天子的土地中橫一千里 這個面積 如果沒有那麼大 就不足以待諸侯 他的位置高 天子才到諸侯 如果那個領地沒有那麼大 就沒有法指居高臨下 沒有法指有個尊卑的分別 這個代就是對待 不單是接代 是對待 諸侯之地 就方橫一百里 如果不夠百里 就不能夠 不夠條件 不夠立國條件 來奉守歷代相傳的 所謂宗妙典籍的禮法制度 所以譬如昔日 周公 風於老 風於老 這個地方 本來應該是方百里 中橫一百里的領地 當時的土地不是不夠 地非不足 而劍於百里 但是實際的領地 就不夠百里 差一點點 劍 折劍的劍 太公於風於齊也 亦為方百里 地非不足也 而劍於百里 齊老兩國 都是周初的大國 一個同姓諸侯風於老 異姓 姜太公最大的功臣 風於齊 誰知道到後世 齊老兩輪幫 時不時發生戰爭 太公風於齊 亦是方百里 當時的地土 亦不是說不夠 但是亦差一點 差一點點不足夠百里 但是到現在 我們知道老國 不算是一個強國 但是到了春秋之時 老國亦都吞併了八、九個國家 附近的國家仔的土地 當然齊、楚等更重要 所以孟子都說 金老方百里者 五 現在這個老國 有五個一百里的長度和寬度 即是國家的領土範圍 膨脹了五倍又多 那你還不夠 只以為有王者作 即是老在所損負 在所益負 你自己說 神子 假如有一個英明的 真正有智慧的領袖興起 老國的土地是應該繼續膨脹 抑或是將它縮小 根本已經超了本份 當初是百里 現在已經成五百里了 那你說 所以 逃取諸彼 以與此 然且人者不為 放於殺人而求之苦 如果你貪得無厭 好像孟子另外一個地方 所謂後遺先利 不劣不厭 你繼續膨脹的話 一定有問題 即使人家倫邦 不用打了 雙手奉送給老國 人者尚且不為 因為不公道 不合理 天下的土地是這麼多 人家給了你 人家少了 所以就這樣白手 人家給自己 都不愛 何況要發動很多侵略戰爭 犧牲無數無辜的生命 才能得到那些土地 所以他說 君子之時君也無隱其 君而當道 至於人而 一個君子之服侍 一個領袖 應該是一心一意引導他 去一個當行之道 一個正道 立志是愛老百姓 這樣而已 這個也可以見到 怎樣才不要做一個文策 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腐拔之神 這樣的意思 智成兄你認為如何呢 沒錯 作為神子 他應該有什麼態度 他首先應該是怎樣去做 然後叫做好的 特別是所謂士君 但這方面來說 在剛才你所引述的一段 最尾說 君子時君也 無隱其君以當道 至於人而 所以他無論怎樣做 最重要是一個原則 要合乎正道 合乎人的要求 所以無乎乎 孟子在盡心 將上 提到一句 一句說話 孟子說 有士君人者 這個士 即是事情的士 在我們現在 替他服務的人 或者為他做事的人 這個意思 士士君 之為容悠者也 他只是侍奉這個國軍 侍奉某一個國軍 只是懂得討他歡喜 得到他愉快 這種人 孟子如果照他一般的思路來說 他認為這種是最要不得的神子 因為只是為一個人 一個君主來取悅於他 第二個層次 或者第二個做法 他認為有安舍職臣者 以安舍職為悅者也 另一方面 這當然比較大 眼光的做法 胸襟也擴闊了 並不是站在一個國軍的立場 來做出發點 而是說 他的作為 是以安定社職 這個社職就是國家的代稱 整個國家社會的安定 然後才高興 才愉快 這種人 孟子認為這些叫做安舍職臣 可以說是另一種 但是這個也不夠 還可以再擴充 再擴充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天文 天就是天下的天 文就是民眾的文 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 這個達 就是他的想法 他自己的抱負 他自己的理想 是可以行於整個天下 整個天下都行得通 不是某一個地方行得通 而其他地方行不通 而整個天下都接受 行得通 他然後才去實行的 這些可以說 在孟子眼中 這是給那些安社職 即是安定一個社會 安定一個國家的那種臣子 表現得更加出色 因為他以整個天下為己任 這個可以說是另一個層次 而更高的層次是什麼? 就是有大人者 這個大人 就是我們成年人的所謂大人 但當然不是成年人 因為孟子所說的大人 是充其大體為大人 這個大人所在的意思 即是幾乎等於聖人的意思 正己而物正者也 就是他不僅自己本身 是一切行事正確 而且擴充到使整個人世界和外物 都能夠是因為他的在位 而得到安定得到端正 這種抱負更加大 所以一句這麼簡單的說話 就可以知道 究竟作為一個臣子 你要做一個單獨的 所謂取悅一個國賓的臣子 或要做一個最高理想的大人 這種做法呢? 當然孟子的意思就是 能夠參與天地之化育的這種抱負 才是更高的理想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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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